吴宗憲 康康和小忠第二次以三大男高院的形式来马演出 除了路香水俗 全唱多首大马创作 并大跳骑马舞之外 三人也边搞笑边演唱张国荣 美艳芳与凤卉费的经典歌曲 让现场观众在一片欢乐身中缅怀已故居心 让他唱掉到时候就不用麻烦大家再跑一趟 谢谢我们来的朋友 到时候有刘哥皇的感觉 谢谢 请问哪个童话人物他的胸部最便宜 白雪公主 爱庭公主 错 小红帽 因为他的奶奶被大野狼吃掉了 哪一个童话人物最专情永远不会劈腿 不得了的吧 永远不会劈腿 对 最专情 不知道有没有死 美人鱼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腿 梁静茹要哪一首歌 你们点唱好了猜看看好不好 你们就一直点一直点点到我要的那首歌 你就唱 除了歌唱舞蹈和搞笑脱口秀 小红的招牌烏龙魔术也是演出中的一大看点 3 2 1 不见 3 2 1 3 2 1 不见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怎么会在这里 有没有办法 怎么样 变一条蓝底的内裤 上面也写白色跟红色字 你确定要变出来 有办法变出来 那我就说你是冠军 好不好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好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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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经病 神经病 我们的观众不时发出的笑声和掌声 可见都十分瘦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